刘少林刘少昂兄弟宁愿赔偿600万 也要主动入籍中国 是刘少林 我是刘少昂 我们的爸爸是中国人 我们的妈妈是匈牙利文 帮助匈牙利拿下短刀速滑的首枚奥运金牌 刘少林兄弟俩在匈牙利可以说是功成名就了 但是为了实现短刀速滑更多金牌的目标 刘少林兄弟提出了更改国籍 但是背后真相真如两人所说的嘛 放弃国籍就代表着 刘少林兄弟俩放弃每月可以领到的数万元养老金 要知道这个体育养老补贴最高可以达到2400万人民币 另外两人还要赔偿匈牙利600万的一个赔偿 这个代价简直太大了 如果是为了入籍中国 那么一切都可以说得通了 要知道混血而古爱林为国出征 不光收获了金牌和荣誉 更是一举成为广告代言界的宠儿 一则代言广告就可以拿到上千万的赞助 同为混血的刘氏兄弟父亲曾是天津人 在刘少林兄弟提出了更改国籍后 但是还被确定要入籍哪个国家时 刘母直接出面替两兄弟回应 两人即将入籍中国 要知道在2018年短道速华实际赛上 刘少昂比赛中超越犯规 却对中国队的韩天宇下了黑手 导致韩天宇摔出赛道腰伤不发 最终无缘北京奥运会 无论如何刘少林兄弟选择任祖非宗 将来为中国短道速华贡献 这种精神也是值得肯定